美国锡谷银行上周意外倒闭 除了金融业造成影响 而各界也关注可能产生的股牌效应 我们请教资深分析师邱敏宽 由锡谷银行跟一般银行最大不同在于 主要服务对象的是科技公司等新创企业 您是怎么观察锡谷银行事件 对科技产业以及新创界带来冲击 哪些领域可能会受创最为严重 锡谷银行主要服务的对象是新兴企业 所以包括了生计业 网络业 甚至于在整个所谓的虚拟货币 占比都非常非常高 那目前来说的话 受伤比较惨重的可能是在英国 德国跟中国这一块 那目前来看的话 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美国的财政部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这个地方是旧存库 但是不旧银行 所以银行他们本身自己的一个行为 必须要自己来做负责任 那以现在来做观察的话 有几件事情要来做过去的一个讨论 目前全世界很多的新兴银行 新兴企业 都是跟矽谷银行来做往来 那么矽谷银行资金锻炼完之后 这些新兴企业 有可能会在未来的30天到60天当中 可能会发不出薪水来 这怎么办呢 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新兴事业会不会在这个地方产生锻炼 还有资金链的锻炼这个地方要怎么办 那么目前来观察的话 处理最快的是英国 英国昨天有170家的企业 直接去向财务大臣航客来做成情 那目前英国汇通银行 已经直接要接手了整个矽谷银行 在英国的全部分行 所以英国的话就战告一个段落 现在比较困难的可能会是在中国这一块 为什么呢 中国过去有很多的新兴行业 他们到美国去上市 或者是跟全世界在做整个经济接轨当中 是以矽谷银行来做所谓的一个跳板 那么在中国上面的话 他们是叫上海普发资本 所以两家公司一整个资金来做链接 那目前矽谷银行它资金断捏完之后 后面变成中国的整个很多的出海口 它就不见了 这个后续要怎么办 这个是要来讨论的一个问题 但就今年来说 我们也很少看到 李克强下台之后 目前李强接了国家的一个总理 但目前李强他的态度 第一个非常的谦卑 他也示软 他说什么 他说目前中美经济应该要合作 特别是今年中国经济成长要5% 可能要加紧的努力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可能中国的经济状况不太好 但中国现在有三大麻烦 房地产 手机 汽车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地方 房地产的问题要处理 一时半刻处理不掉 最近在快刀斩乱拔的是在整个汽车这块 上周 湖北的国企一口气一台车降到了台币 大概60万左右 已经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夸张了 但没有想到就在这两天 更夸张的事情发生了 德系的名车 入门款的一台到台币57万 所以就现在中国的企业来说很简单 能够降库存就尽量降 他们现在都希望能够把资金给收回来 但就现在来说的话 轻库存可能是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 那这波矽谷银行会不会对整个中国的新兴企业 未来的新兴行业产生所谓的影响 我个人认为是一定会的